日前,深度结合深圳市十四五规划对各区发展定位做出的全新规划,深圳各区2022年各区特色的施工图已全部出炉,如盐田区提出全力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核心区,加快发展千亿级海洋产业集群,福田区提出建设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湘密湖新金融中心和环中心公园活力圈等三大新引擎,南山区提出今年将深入推进 总部研发加高端制造十公里产业带建设,争取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深圳分中心落户,罗湖区提出争取罗湖深港社会融合发展区,上升为国家级深港合作重大停台,光明区提出加快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等等,近日,福田区设立重大项目重大改革重点工作一榜三令高效执行机制, 一榜指的是福田区设立区委区政府的任务榜,每年生成30到40项任务榜单并公开发榜,组织全区上下接榜挂帅,并对接榜单位或挂帅人员颁发责任令,与此同时开启里程碑式督查考核制度和讲成并举结果运用机制,在结合跟踪督办加考核问效结果下,分别寄予接榜人加奖令,问责令。 2022年是福田的攻坚落实年,当前,福田正集中精力推进280个重大项目,10项重要改革,42项重点工作。 好,现在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梅。 王主任,那您怎么评价福田区推行的这个一榜三令这样一种机制? 我认为它有两个重要的亮点,那首先在这个一榜三令中间,引入了结榜挂帅机制,有利于更好的鼓励,有能力者脱颖而出,能够与这个干部队伍的资源进行更好的匹配。 第二个亮点,我觉得一榜三令机制很好的体现了这个贴近实际问题导向,有助于这个推进改革创新的基层探索。 都 ül Terce contribn然在一起росtur金,那已经不 Conference推进改革阵盈力的这个崩裕。 各方面在建议的条件、离占联记の目的组合参者不可,oser调牧登场 claw相当。 조박? Beat ThinkIR